好 这次的这个地牛翻身 那么当然镇央在花莲 这个花莲市区的地震的震度是有六强的 不过在南投最大震度也是有五级 那么看到了这个是这个超商 这个东西全部都倒了下来 碎裂了一地 那有驾驶经过了国道六号 往国性方向也有大片的土石崩落 那看到民众直击了这个大片的土石崩落 瞬间整个沙尘都掀起来 尤其地震当下高速公路的车辆差一点 连方向盘都抓不稳 好 刚刚看到的是南投的超市货架倒下了 饮料玻璃瓶统统散落一地 也让当地民众回想起来921的恐怖回忆 毕竟这次的地震就是继921之后 25年来最严重的一起地震了 那么至于在彰化有灯饰店的监制器 记录了当时地牛翻身的一个瞬间 就是吊在天花板的吊灯是严重的摇晃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在画面的几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